10分榜谈 今天来谈如何加强公共卫生来对抗冠病疫情 是的 我国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新增了352起社区的传播病例 约两成是属于无关联的病例 目前的活跃感染群则有31个 是的 其中GM和西城购物商场感染群持续地在扩大 目前确诊病例增加到53人引起了关注 在空气较不流通的购物中心里头 病毒可能会在哪里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开来呢 如何改善空气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呢 另外后港8到第506座祖屋出现了11起 来自至少4户家庭的确诊病例 病毒在不同的户居民当中比较常接触的 比如说组屋电梯 它的传播性又有多高呢 马上来请教专家进一步说明 首先来欢迎的是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 助理教授兼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冯俊雄 以及黄亭芳综合医院传染病科顾问医生王鼎元 欢迎两位 两位好 我们先问问冯教授 在空气比较不流通的封闭式的场所 比如说购物商场 那么病毒可能在场所的哪些地点 通过哪些途径传播开来呢 教授 两位好 我们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项问题的话 应该也要考量到不只是病毒的性格方面 也要考量到个人卫生 还有环境卫生的方面的因素 从病毒的角度来看的话 通常病毒传播的方式有两大种 第一就是可能你触碰到病毒污染道的表面 而且不小心不意中触碰到你的口或嘴巴 而有可能会影响感染的机会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飞沫或气溶胶的传播方式 那个情况会发生的时候是 当要是有一个冠状病毒病患 不意中在你的周围咳嗽或者喷嚏的时候 没办法戴好口罩 还是没办法把口罩戴好的话 就会导致有可能的你对这个病毒的传播的风险 从室内尝试的情况来说的话 大多数比较高风险的地区应该会是在电梯 电梯大堂或者在厕所 也有可能在扶梯 手扶梯的周围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有比较多人会聚集在那个地方 等候可能电梯或者扶梯 所以那几个地方都需要确保空气顺畅 人数尽量减少 而且能够的话把经理的次数提高 以免传播的可能性 是的 教授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病毒可能会通过飞沫传播 所以戴好口罩非常重要 国家传染病中心经过科研研究之后就证实了 原自印度的B16172变种病毒残留在呼吸道的数量更多 因此在空气传播的风险也会更大 那你认为购物商场等等通风欠佳的封闭式场所 应该如何去改善他们的空气流通呢 那么改善空气流通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呢 是的 所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 可以的话尽量不需要去商场的话 这是唯一最好的方法 第二就是可以能够减少去商场的人数 能够让空气流通的数量提高 也能帮助避免传播的可能性 要是还是没办法的话 要是可以的话就尽量把窗口可能开了就开 让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室内 把那个空气的流量力提高 也缩小那个风险的可能性 第三也有可能就是可以摆放在 我刚才所说的高风险的地区 比如电梯大堂与厕所摆放一些空气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有两个功能 一就是可以提高高风险的地区的空气数量力量 能够提高以免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第二它有可能减少病毒的数量 而能够减少传播的风险也是 第三可以的话再加上继续提高清理的方面的安排 好的 那么我们下面有问题要请问一下王医生 我们知道这个组屋 比如说后港8到第506座组屋 这个确诊的家庭虽然是不在同一个楼层 但是它的这个stacks就是门牌的尾号都是一样的 都是上下楼的邻居 那么初步的调查显示是不太可能通过空气传播 那么病毒在组屋传播的途径是什么 很多居民猜应该是在电梯里 那么您怎么看 王医生 那么电梯来讲的话 因为电梯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再加上电梯里面是人几人 幸好的是说我们待在电梯里面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可是你假设说你在电梯里面不得已的话 可能打个喷梯或者是咳嗽的话 那就会产生飞沫 那比较大的飞沫呢 它就会很迅速的着落在地上 可是比较小的飞沫 它还是可能停留在那个空中 所以确实电梯是值得我们多关注的 是的 医生 那照你这么说 我们有必要是刻意可能跟其他的邻居 搭同一趟的这个电梯吗 但是如果说跟确诊病患 乘搭同一个电梯的话 被感染的风险又会有多大呢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也是住比较高的楼层 还有那些连长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居民 他们就是很难避免说搭电梯 就是总是还是要搭电梯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搭电梯的 当儿就是要记得要戴上服装 然后尽量避免讲话 那不得已的话需要打喷嚏或者是咳嗽 那就一定要污住嘴巴跟鼻子 搭电梯的时候也是难免会触碰到那个电梯的按钮 那我们一回到家记得洗手就好 那至于说你如果真的是跟一个感染到这个 患病的病患搭同一个电梯的话 只要遵守这些基本的卫生的原理 就其实能够降低那个被感染的风险 因为怎么说我们待在电梯里面的时间 也是也算很短 最重要还是遵守这些基本的卫生的原理 我们在用餐的时候其实不会戴口罩 所以这个餐饮场所传播病毒的风险比较高 那我们想问一下教授冯教授 如果接下来疫情好转放宽 你认为这个餐饮场所的防疫措施 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 以减少这个病毒通过飞沫传播的风险呢 教授 当然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要是能够 要是疫情还没结束的话 还是可以尽量到外用餐是最好的 但是要是需要到外用餐的话 饮食业的业者可能就要尽量安排 容许更少的顾客能够用餐 同个时候可能也可以 去放一些空气过滤器 让空气的流量力比较强一些 以免传播的可能性 第三 就要加强清理的环境的要求和次数 可以的话 也要尽量看好员工们 他们有没有不舒服的或者有症状 就要他们去看医生 不准他们来上班 那几个步骤 加起来就可以 减低一些风险 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好的 谢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 其实综结起来跟政府倡导的一样 我们尽量留在家中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然后尽量保持空气的流通 勤洗手 不要摸脸 戴口罩 所以虽然说一切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预防冠病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一起来对抗这个冠病疫情 下一段的节目 我们来关心的是 对零售业来说 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 纷纷借助数码科技 来留住和开拓新的客源 传统邻里店铺 在推进数码转型时 如何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而从中调整营运的策略 专家将在稍后的数码攻略新系列当中 开班授课 不要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